所以三规是时时刻刻提醒我们 我们早晚课念三规 每一天这两次讲经 念三规 念三规是真的规矩 借着三规的文字提醒我们珍规 这起作用 时时刻刻不理三宝 规是回头 我们有没有回头 意识依靠 是不是真的依靠了 所以多少人天天还是念在口头上 心里头没有佛法神 没有三宝 心里面还是贪嗔痴 还是自私自利 这样学佛 学一辈子都不得了 最后还是要搞留到龙海 这就是三规一重要话 时时刻刻提醒的 我要回头 我要一佛 这个佛 是自信佛 不是外面的 佛是觉悟的意思 以自信救 从迷惑颠倒回过头来 以自信救 这叫贵佛 不迷惑 看到释迦牟尼佛 就想到自信佛 见到阿弥陀佛 也要回归自信佛 才关用 自信弥陀佛 自信弥陀佛 唯信信徒 归法 法是真知真见 法是菩提心 法是真诚心 真诚心 就是法 真诚心 能生万法 这个万法 是舍报庄严徒 不是舍法界 舍法界是 妄心生的 不是真心 所以我们用妄心 就脱离不了 是法界 我们是更可怜 连自己造作罪业 不知道 将来堕地狱 不知道什么原因 下去 你是多么可怜 难以为这一生 都在做好事 不知道啊 我们全做错了 怎么错呢 完全是为六道轮回 制造六道轮回 你怎么能处离六道轮回 要想处理 从今天起 云离六道轮回 六道轮回是什么 是见思烦恼 那见思烦恼 见就是你看错了 思就是你想错了 你对人 你对人对四对五 看错了 想错了 国报就是六道轮回 那所以我们要以佛陀 佛陀教给我们 正知正解 正确的观察 正确的思维 那是远离 神经边界 见去 借去 写进 把这五种错误的看法放下 不再用它 不再用它